对台湾动武 那如果他所谓表示我放弃 那只不过也是口头上的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 假如撤了飞弹 我可以再重新再部署 那即便是放弃动武 可能也是口头上一种表示 我觉得放弃动武 这个不光只是口头 这个很重要的是 这个国际上的宣誓了 就是说今天为什么 对北京来讲这么的困难 他今天不但放弃动武 他还有法律 反分裂法来对付台湾 所以包括放弃动武的话 不是只有嘴巴讲一讲而已 你要在你的法律上落实这个部分 所以这就是林森刚才讲的 这个两岸能不能签一个和平协议 其实这个和平协议签了之后 也可以莫省未干 就兵马先动了 但是这个在中国大陆 现在逐渐的要成为 这个所谓负责任的大国 他要营造他的国际形象 他要这个抓住 所谓这个台湾人民的心的话 有一个协定白纸黑字 当然会比没有协定要好得多 但是这个协定的前提 其实刚才这个曹一芬讲的 我基本上都是赞成的 就是这个飞弹 你要重新部署就重新部署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 这个大陆的飞弹 名义上它是这个瞄准台湾 不让台湾独立 其实它更大的忧虑 是外国势力 比方说美国或怎么样力量 这个进到台海或到台湾 所以它这个防的这个对象 其实是更深更远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两岸之间如果有一个和平协议 当然会比没有和平协议要好得多 就好像这个结婚 有一个婚约会比没有婚约 没有婚约只是同居要有保障 当然这个曹一芬不赞成 这个婚姻关系 不过就是双方如果有一个 这个契约行为 契约行为的话 是比较对双方都有保障的 不过你刚才讲说 马英九任内能不能签 照现在看来 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大的 因为呢 这个当初在ECFA的时候 也没有人想到 在这个两年之内就达成了 所以这个如果 或者是英势力道 或者是中国大陆 能够有更多的民主开放 或者是中国大陆 愿意对台湾有更具体的善意的话 这个机会应该是有的 第一个我认为说 和平协议要签 如果没有国际的背书 你刚刚讲了 这个部分在台湾是很困难的 就是说就算签了这个协议 北京不遵守怎么办 对台湾来说 要在这个协议当中 北京不可能只在方面让步 要签这个和平协议 一定是在双方都有某种政治上的让步 那么对台湾来说 让步的风险这么大 那如果没有国际的某种的保证 说这个和平是会继续 有一个国际的力量来监督执行的话 怎么做 第二个我是很怀疑 在马英九任内 他可以有这样的奢侈 来谈和平协议 因为本身 当然不能说这是他的原罪 但是对于就是说 一个外省第二代在台湾 你今天代表台湾去谈和平协议 他连谈一个经济协议 都可能被骂成是出卖主权 被受到这么多的怀疑 如果今天要跟北京签一个政治协议 任何的政治协议 我相信他受到的质疑更大 而且在我们所看到 不是只有马英九的问题 国民党里面很多 这个退休的 或者是失事的政治人物 络绎不绝地往北京去 然后马英九能不能自己控制 这一些所谓的 已经过气的政治人物 对他所施加的压力 都是个问题 苍女士提到了就是 假如两岸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 需要国际社会的背书 这个问题 我们也都知道 在这个台海两岸关系当中 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那么美国有一个对台关系法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对台关系法呢 是保障了 它的目的就是要保障 台湾不会受到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攻击 那么最近我看到台湾媒体有些报道 就是说最近美国要卖给台湾两艘军舰 我不知道这两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听到这个消息 那有一些分析人是说 就可能这会又会让这个北京方面的 可能会比较恼怒 但是好像目前呢 还没有看到台湾方面和美国这方面 这个官方有对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好最后轮到我先讲 我觉得这个台海两岸在改善关系的过程中间 至少这两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让美国完全了解台湾究竟是怎么想的 其实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因为你这边走得近那边就怀疑 那边走得近这边有顾忌 所以你如何让这个美国和大陆都放心 这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 我们从各方面的讯息 这个都得到的印象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回到这个讲说 美国对台军售 对两岸关系的冲击 这个第一个就看说 你的这个解读是怎么样子 大陆是这个是一种虚张声势 还是真的希望断掉台湾这个军购的路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和平协议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比方讲不独不捅 同时也不武这些事情上 你可以说是立下一个框架 也可以说是订定一个基础 看你是怎么样做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真的有一个和平协议的话 也许在这些一直有纷争 牵扯不清的一些问题 可以得到适当的梳理 我还看到最近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发表一个声明 说台湾政府在核武器的问题上 一贯采取的是不发展不生产 不取得不储存不使用的五部的政策 这个这种政策已经得到了这个IAEA 也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获得的一个证明 那现在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主体 或者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也好 一个地区也好 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 这有很大的争议 台湾应该不应该发展核武器 我想这个问题在台湾早早就已经解决了 这个美国事实上也替我们解决了 他把台湾曾经发展过的核武完全的基本上摧毁了 那么以台湾目前的这个民主透明化跟这个在野党跟执政党这样子尖锐对立的关系 我根本是不认为有这个可能性的 就是说任何的秘密在台湾今天都很难保持长远的秘密 所以这个发展核武的阶段对台湾已经过去了 那我想回到刚刚你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任何的协议 尤其重大的政治协议 基本上很难是一个内政问题 你看到现在为什么两岸跟美国这么密切的关系 就说明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内政问题 美国是其中一个利益修观者 所以北京也好台北也好 任何的事情跑来都需要跑到美国来游说美国 或者向美国报告 让美国充分的被告知 那北京在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 陈正宏八年也认识到说 透过华府影响台北 比他们直接影响台北还更有效 包括这个过去的公投也好 这个废桶也好 其实都是透过华府的力量来影响到台北 所以如果两岸问题要解决 我觉得北京心理上也要很正视这个现实 就是说你现在是分裂的 而且美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利益修观者 你不太可能在美国没有同意或不涉入的情况下来解决 台湾也一样的 刚才曹女士提到就是台湾有很多民众 也是希望就是中国方面能够撤销 撤除对着台湾的这个飞弹 那我们是谈到废除动物不是撤飞弹 撤除 废除动物 那么当然也包括就是要撤销这个对着台湾的这样的飞弹 那无论是动物 免除动物 就是放弃动物 还是要撤除飞弹 那就很难避免就是说两岸呢 要除了进行经济上的交流和这种政治上的这样的沟通 就很难避免军事上是不是应该开始交流 不知道两位认为两岸是不是应该开始协商军事上的这样的交流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目前阶段蛮困难的 因为我刚刚讲过 因为我们第一个两岸的互信还不够 第二个我们是两个这个完全不对等的军事力量 所以对台湾来说军事交流的目的在哪里 其实我跟这个曹小姐其实还是蛮多的共识 我也觉得现在谈这个军事互信不是个容易的事 我知道有人在很积极 包括中国大陆也是很积极 那这个你刚才问到就是这个是不是不要动物 这个动物这个问题对台湾是个很不愉快的经验 有个人到你家里来做客身上带着把枪 你不能带他可以带 那说不定子弹还上着膛的 你说你枪摆在旁边吧再进来 那是我随时带的 而我摆的随时我又可以拿进来 这个都不愉快 中国人不是讲吗 君子动口小人动手 这个双边的领导者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化干戈为玉帛 尤其是现在这个经贸来往文化交流如此密切的时候 结果又变成随时想到兵戎相见 所以中国大陆谁是讲我们不排除动物 这个虽无必要 而且显示领导者无能 所以这个其实是双边 其实没有谈这个军事互信的这种机制的之前 双方当时想中单方了 中国大陆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有更多的所谓的让利 有没有前景 就是让中国方面放弃动物 我不敢说没有 因为就像大家三年前四年前 可能也很难预料两岸关系 在两岸两年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 但是我刚刚有一件事情 最近我觉得龙印台这个 就是台湾的作家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在北京 北大演讲说 中国的崛起不单是要作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还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 对于台湾人来说 我们就算是同胞又怎样 曾经是同样的血缘又如何 我们今天如果是两个不同的文明 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的话 血缘并不会把我们两边签 就是说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在一起 是因为除了血缘之外 还有共同的价值观 就像我跟刘萍 也许我们有很多地方看法不同 可是因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我们还对民主有共同的价值 我们可以接受在不同的意见之下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民主价值 有共同的认同 我们可以辩论 那么今天对于中国来讲 如果说他要跟台湾在一起 希望成为台湾成为他的 不管是一个好的邻居 或者是有一个永久稳定的关系的话 我们必须在共同的价值观 有这个可以对话的空间 或者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我们差不多讨论的时间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两岸最近也讨论比较多 两岸是否应该互相承认 各自的高等学历 这个事情牵涉很多 那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说台湾不承认大陆学历 但其他各国都承认大陆学历的时候 恐怕台湾也很难有什么样的 这个避免的指导 我想台湾倒不是担心的是承认这个学历 而是说因为在语文相通上 不但承认学历 而且接受了很多大陆学生来台湾念书 那念书之后 是不是可以再接受他们留下来工作 这个对于将来台湾的整个的就业市场 或者是整个内部的文化 我想比较冲击大的是在这里 就是说今天很多国家 接受中国的高等学历 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文化的相近性 跟语言的相近性 就是中国的学生可以大批的来 然后甚至就替代当地人民的工作 我想这个部分 台湾人并不是说怕竞争 但是我觉得在做的时候 政府真的是需要思考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太过剩的大学生 不知道该往哪里摆了 所以台湾和大陆应该有更多的来往 这样子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也去找工作 这就是最初我们讲的一个观点 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优势 可以到大陆去发挥它的影响力 不只是说在冷战的时候 做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而已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交点对话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 接下来请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林森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儿鲜